中国歼-20与歼-16具备世界顶尖战力 些超级导弹克制F-22与F-35 美国军事类媒体《军事观察》杂志 日前刊发了一篇专题文章 称中国空军在过去五年间的发展 堪称突飞猛进 尤其是先进战机的采购生产上 取得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 美媒的着眼聚焦点主要在歼-20和歼-16 这两款中国空军目前最新锐的主力 重型战斗机上 美媒认为中国空军在过去五年里 将很大一笔采购经费 都投入到了这两款机型上 这使得中国空军的先进重型战斗机数量 直显飙升 谈论接装总数量的话 远比美国空军在过去五年间 接装的新型重型战斗机总数要多 要是单纯说数量这事 其实美国媒体这次都并没有恶意捧杀 确实说的没错 五年前的中国空军先进重型战斗机 是什么水平 可能很多军迷对此都欠缺印象 虎妞来给大伙回忆一下 简单来说 便是歼20只结装了半个旅 刚刚两位数出头 歼16交付数量仅有一个旅还不满边 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斗机 也仅仅只有四架 三种先进重型战斗机全部夹在一起 总数量连50都不到 拿今天中航工业源源不断 造新式战机的速度来对比 这一数量连现如今半年的产量都赶不上 确实是太少 而到了五年后的今天 如今的中国空军早已是今非昔比 先进重型战斗机的产量 堪称突飞猛进式的增长 五大战区空军全部列装了 歼20隐身战机 总数已经过百 歼16重型战斗机的产能和总产量 更是远远凌驾于歼20之上 两种机型相加的现役总数 接近500架 并且轻移作为新进出场 接龄都很年轻的新式战机 相比较之下 美国空军在过去五年间新接装的战机 除了那200多架N35 就只剩两架F15EX 数量上仅为咱们的一半 诚然我们需要考虑到美军那200多架N35 在数量上要比咱们的100多架歼20多出不少 但我们同样也要考虑到 成飞在逐步停产间时 将生产线移交给贵飞之后 设在集中力量 却不断提升歼20的产能的 现如今的歼20生产速度 依然没有达到顶点 产能逃跑期还在继续延伸 说歼20日后能在量产速度上 完全追赶上N35 乃至是超越 这恐怕不太现实 毕竟后者是美国带着一大帮子盟友 用金山和巨大需求量 硬生生堆出来的项目 而歼20则只有中国空军自用 二者的产量和产能客观需求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也没必要为了超越 而去超越的互相攀比 但考虑到美军和那些美国盟友们 也不是拿着全部所有N35 跑到亚太来围堵中国 在欧洲同样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 去应对俄罗斯 前35的多个客户都在欧洲 而不是亚洲 亚太范围内 拿来对付解放军的长度N35 算美军自己这个大头 再算上日韩这两个重要盟友 未来顶破天 有300架就很了不起了 而达到甚至超越这个数字 对歼20来说 并不算什么难事 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将会很快达到 在解放军被靠祖国 占据主场优势的亚太地区 先进战机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优势 必定是属于解放军的 这一点在现如今 中国军工的强力加持下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而美国媒体军事观察杂志 在报道中也将这一情况阐述得清楚 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客观公正 美媒在其在文章中还表示 现如今的中国 除了拥有顶尖重型战斗机 自研自造技术外 还拥有同样强大的配套基载武器技术 服役有各种型号 不同用途的先进空空导弹 这位解放军的先进战机 提供了强大助力 使其如火添翼 其中的代料有 PL-101E进程格斗坦 PL-15中矩弹导 PL-101E的抗过载能力达到60G 而PL-15的有效射程 更是达到150公里级 两种空空导弹的核心性能 均位于世界顶尖级别 即便是较之美国空军的M-9 X与M120D两款导弹来说 在性能上也是丝毫不差 甚至还有有过知 除此以外 美媒军事观察杂志还认为 因为F-22与F-35两款 美军现役隐身战机 均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 不足与缺陷 例如尾号22隐身战机 因设计定型年代较早 缺少至关重要的L-4系统 而歼20则具备该系统 得以因此部分领先于L-22 F-35隐身战机 则因为过于强调三军通用性的问题 在机动性能上做了不小的牺牲 导致M-35固然有一台强力的F-135发动机 但在超音速性能上 仍然是不尽如人意 跟在长春航展上 刚刚展示了超强机动性的 歼20完全没法比 这是美媒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的 在携带了中国国产的超级导弹后 凭借自身性能优势 歼20完全具备优势 对抗F-22与F-35的能力 不得不说 美媒这次给出的评价 还是相对客观且重肯的 美国曾经表示 弹簧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小型 攻击术无人机 然而在这个牛吹出去 还没几天 俄罗斯人就表示 不就是自杀术无人机吗 说的就跟谁没有一样 然后紧跟着中国 在这几天也拿出了自己的弹簧刀无人机 飞鸿赴901无人机 在功能上和所谓的弹簧刀 几乎没有多少差别 这下给老美整郁闷了 怎么自己无敌的小型无人机 变成大陆祸了 弹簧刀无人机 是这几年美国人拿出的一款新武器 被他们吹得非常狠 号称是全世界最小的远程打击武器 也是最先进的小型攻击无人机 美国准备给乌军援助100套弹簧刀无人机 这款武器被乌克兰人称之为打鹅神器 认为该武器能把俄军装甲部队统统变成骨灰盒 这款武器被称之为俄罗斯人的战场噩梦 美国声称 乌军曾经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军在蛇岛上的阵地 命中了俄军指挥所 还摧毁了俄军建附时防空导弹系统 4月27日 该武器对比尔戈罗德和沃罗涅日的俄罗斯物流中心 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炸死炸伤不少平民 也无怪美国人会对这款武器那么有信心 弹簧刀是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 类似于巡飞弹的定位 也可以说是自杀手无人机 可以进行单兵携带快速部署发射 美国人管配合隐身战机作战 给他们挡刀挡枪的隐身无人机 叫做是中程辽机 而这款弹簧刀也有个类似的代号 叫做中程弹药 可能是因为二战时期日本人的板载冲锋和自杀飞机 给美国人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 这种自杀式的攻击方式 在他们的嘴里都是忠诚 该武器最大的有点没别的 就是小 长610毫米 重量为2.7千克 你就是放在背包里面背着都没问题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该武器虽然小 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好用 这款无人机的钟盘旋时间15分钟 散步精度小于1米 最大飞行高度4500米 最大飞行速度160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不超过30公里 可以用有效为局部战场提供短期内的低空掩护 空中支援最让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飞机得小半个小时来一次 来了之后 扔几个炸弹就得飞回去 而弹簧刀的存在 意味着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面 都有一个空中支援 在杀伤力方面 弹簧刀有两种不同的型号 弹簧刀-300是专门用于软杀伤的 战斗部装药和一枚标准40毫米枪榴弹差不多 爆炸后有效杀伤半径为14到20米 可以有效杀伤敌方暴露人和轻型装甲车辆 会飞的手榴弹了 属于是 可以换装穿甲弹头和破片弹头 然后是弹簧刀-600 专门用于杀伤装甲目标 需有高精度光学瞄准跟踪能力 和超过40分钟巡航查打时间 配置有专门的反装甲弹头 可以轻松给中装甲目标做开弩手术 并根据战场情况选择爆炸方式 比如空爆杀伤人员 延迟引爆攻击攻势或装甲车内部 每一次爆的时候 这款无人机还能作为侦察机 或者是炮兵引导飞机使用 它配置有双重观察仪可见光相机 红外鼻头相机 稳定电子云台变焦 在地面雷达站的中继遥控指挥之下 该飞机可以对地方目标进行有效观测 使用电动发动机驱动和小一号的机体 极大地减小了噪音 这样就增加了拦截难度和飞行隐蔽性 美国方面表示 4月26日 在乌克兰卢干斯克州 在该无人机引导下 无军凌晨出动炮兵 命中了俄军在伊尔米诺的一个弹药库 引发了大爆炸 当然 这些都不是弹簧刀最大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还是便宜 一枚标枪反坦克导弹价格为26万美元一发 而弹簧刀的价格则是6000美元一发 配事上价格更便宜 只要4000美元就能来一发 而且射程和威慑力都要远超标枪 虽然说在实战表现上 单一一个弹簧刀有威力不足的问题 但架不住一个补兵斑 一人背包里面塞一个 现场给你弄一个猴板的密集无人机 风群出来 下刀能把人吓死 吹了那么久的弹簧刀 那中国的飞鸿-901无人机 有没有弹簧刀那么厉害呢 官方曾经发布过一个视频 飞鸿-97无人机作为无人机飞行母舰 在空中释放飞鸿-901无人机风群 对目标发起攻击 飞鸿-97本身是一款隐身无人机 可以携带并释放大量飞鸿-97 在后台系统操控下 这些无人机将第一时间组成编队 对敌人发起有效进攻 这项技术就是现在的美国人 都无法实际应用在武器上面 目前只存在于技术策划之中 上一次在美国人那里看到无人机风群 还是在黄牌空战这款游戏当中 而中国已经把美国人在游戏里面畅想的技术 变成了现实 可以说在小微型无人机和无人机风群作战技术方面 我们是走在美国人前列的 像是背包里面塞战的无人机这种操作 只要中国想 随时都可以做到 不过我觉得更好的选择 是一个步兵班配着一个无人机飞行母舰 这样需要多少无人机 天上就能掉下来多少无人机 这不比让士兵背着一台无人机要轻松多了 当美国人宣布自己有了某项第一无二天下无敌的新技术的时候 别着急 翻翻中国的 你总能看见惊喜 美军射程500公里的海马寺 现实琉球群岛 能同时封锁岛链三条海峡 就在近期 美国之前所说的 推动西太平洋局势重回所台演习之前状态的美方演习 陆续在第一岛链 南海和关岛举行 美国 日本和加拿大军队参加了不同地点的联合演习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莫过于美军借着东方之盾 2022每日演习的机会 将大名鼎鼎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部署到了琉球群岛的严美大岛 重点提醒 这次的海马斯比在俄乌战场上 让俄军如临大敌的型号可不一样 美国支援乌克兰的海马斯最大射程仅有80公里 而部署到严美大岛的海马斯 却配备了射程高达500公里的高精度战术导弹 也就是说美军海马斯在严美大岛 可以同时封锁出第一岛链的三条咽喉药岛 大鱼海峡 土嘎拉海峡 宫谷海峡 还能覆盖尸入东海数百公里的广大海域 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弗林 给出的部署理由充满无赖气息 他称虽然东方之盾 2022已结束 但美军并不会撤走海马斯火箭炮 后者与其他餐饮武器装备 将留在中国东海的边缘 一直到每日举行下次联合演习 仅跟美军的日本自卫队 也同时将12时岸基反舰导弹 部署到了严美大岛 该导弹的改进型射程将超过1000公里 而且可能由亚音速升级为超音速 可以触达中国东部沿岸 可以看出 美国陆军的意图 是在印太战略中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一是本军种 也可以在封锁岛链作战中发光发热 不是被美国海空军 笑作吃干饭的军种 海马斯所装备的高精度战术导弹 不仅能打击固定目标 也能打击移动目标 就是说可以当成反舰导弹来用 美陆军企图在距离中国大陆沿海 仅700余公里的严美大岛 形成军力潜质部署的继承事实 简单来说 就是解放军军舰从东部港口出海后 在距离宫古海峡 还有四五百公里时 就已经进入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范围 从理论上来说 这极大限制了解放军海上力量 突破岛链的突然性和成功率 但是从现实角度看 美国陆军此举更多的还是在追求战略效应 一是上面说到的像海空军等军种示威 显示存在 二是给盟友日本撑腰打气 鼓动自卫队像严美大岛等西南诸岛 部署更多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 加强对我们的军事威胁 而具体到实战意义上 海马斯火箭炮被部署到基本没有纵深可言 无法进行大范围机动的岛屿上 简直是自费最大优势 高机动性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拿海马斯没办法 反而被炸得鸡飞狗跳 是因为乌军能够在广阔的地区 进行快速和远距离机动 使用海马斯神出鬼没的发炮攻击 而且俄军很难实施空地一体精确打击 龙卷风火箭炮对海马斯没有射程优势 更没有成规模 成体系的无人机反炮兵部队 那么对于解放军来说 如果要对严美大岛实施联合火力打击 确实不能像对台岛那样密集和持续 因为它超出了 TA-191相视远程火箭炮的射程 所以此时的打击模式 也会与索台演习时表现出来的不完全相同 首先 东风16系列弹道导弹 为什么被称为冲绳快递 那自然是早就定好了 是给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准备的吗 东风副时期高超音速导弹 则是为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 整个日本列岛准备的 还有亮大广宝的东风 长剑副时 作为我军第一代对地巡航导弹 不管是打高机动性的海马斯 还是打相对固定的海马斯火空设备 但要后勤设施 都不费计 其次 700多公里的距离 还到不了东风六爷轰流 K JN中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地步 但是很适合非爆战斗轰炸机高远程奔袭 非爆战机可发射KD-88空地导弹 投掷精确制导炸弹 防区外弹药撒不细 打击敌重炮群是本质工作 对飞豹的护航问题也不大 有殲20 殲16 缩30 殲10等主力战机 再 还有殲16D电子战飞机 空警预警机之时 当然 上面说的两种火力打击方式 只是解放军最熟练的 操练已久的 实际上 现在新的打击模式 尤其是针对海马斯 这样威胁程度高的地面炮群 最好是使用无人机攻击群对付它 我想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会明白 解放军远程插打一体无人机 近来 为什么老是要先到第一岛链绕一下 然后才都去台岛东部空域了吧 近期 美军首次 在日本进行了两款乌克兰战场战器 标枪反坦克导弹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实弹射击 美媒就此通过五角大楼消息人士了解到 为了对抗中国大陆 在东亚已经形成 并日益增长的火力打击优势 美军不得不被迫采取不对称战术 所谓不对称战术 一般只实力更弱的一方 尽量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 而是利用可以快打快撤的武器 抽棱子打击强敌的要害之处 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现在乌克兰就是这么干的 而在更早之前 不对称战术反而是解放军研究多年 以用来应对强敌的 所以美军现在是在学习解放军的战术 是不是觉得有点魔幻 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感觉 其实不然 五角大楼通过所谓消息人士 向外界放风 固然有解放军海陆空联合火力打击能力 飞速发展的因素 但更多的则是在中东 打了20年治安战的美军 正在全面转向 为打大国战争做准备 这可以从中美在海陆空 各方面的军事装备发展 简要说说 可别被美国人的战乎局给忽悠了 在海上力量方面 美军正将投资 转向快速反应能力更强 能够更加抵近大陆附近海域部署的4万吨级航母 也就是可以搭载F-35B隐形舰载机的闪电航母 相反 吨位更大 目标更明显的核动力超级航母 因为更容易遭到东风 R-1C 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东风-100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攻击 美国海军对其的热情正在减退 五角大楼人士表示 美海军的这个战略性转型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之下 美军可用来打击航母目标的手段 却逐渐跟不上时代 没有高超音速武器 超音速远程导弹 也没有反舰弹道导弹 目前最拿得出手的 就是射程1000余公里的隐形亚音速巡航导弹 所以 在美军开始转向改进 或新建4万吨级航母时 解放军却在大力发展自己的超级航母 比如前不久下水的八万余吨的福建舰 以及未来肯定会建造的 十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在空中力量方面 美军正在全力争取 让国会同意 提前退役LF-22隐形战斗机 虽然LF-22拥有全球首款五代机的桂冠 但是它也因为开发太早 所以缺乏网络中心战能力 不能与美军其他战机 以数据链互联互通 因为没有头盔瞄准距 所以 在空战中的快速反应能力 大市场发射空空导弹的能力 比不上后起之秀 因为没有红外 光电搜索和跟踪传感器 没有分布式合成孔径为达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已跟不上作战形式要求 而LF-22 没有的这些能力 歼20 隐形战机通通都有 所以美军才要着急 在五年内开发出 第六代空中霸王优势战机 以确保继续对中俄有空战优势 在上述作战平台以外的 精确打击武器方面 美军自己很清楚 什么标枪导弹 海马斯火箭炮 都不如解放军的同类型装备 这些只是拿来忽悠盟友和伙伴的 比如日本 再比如台岛 美军自用的应对大国战争的新一代武器 是陆军和海军通用的 暗英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射程2770多公里 是空军的AGM 183V高超音速导弹 可以挂载在B-52等战略轰炸机上 远程打击陆地目标 除此之外 美军还在快速发展下一代洲际导弹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 大家看看 这哪有一点把美军放在弱者的位置上 用什么不对称战术和武器 去对抗强敌的样子 所以我们要全面和准确地分析 美国官方和媒体放出的各种消息 既不能被其忽悠误导 也不能存在丝毫的心事和麻痹大意 目前美国智库的主流观点 是美军正在为同时打两场大国战争做准备 而对盟友和伙伴才是要求大力发展不对称战术 如此一来 美军和盟友就能在面对两个大国时 形成一正一旗 正面战场加敌后战场或游击战场的态势 让强劲的对手陷入两线或是多线作战